各位貴賓 副總統來到現場 歡迎大家 謝謝 內政部邱市長 林建署 陳副署長 今天的嘉賓 我們台灣永續關懷協會張理事長 還有國寶兄 在場所有得獎的單位代表 首先我代表蔡英文總統 熱烈歡迎第21屆國家建築金獎 以及109年度台灣品牌獎的得主 來到總統府參訪 當然要先感謝我們主辦單位 張青芳 張理事長 所率領的台灣永續關懷協會 這麼多年來 為了要建立一個消費者購屋的安全指標 特別設立的國家建築金獎 也為了要確立一個品牌對社會的責任 也因此提供了台灣品牌獎的獎項 用鼓勵 用輔導 用協助的角色 來促成建築跟品牌的進步 在這裡我要向過去的夥伴 立法院的老同事 張青芳 張理事長以及團隊表達敬意 今天很高興也看到立法院 表現非常傑出的張永昌張委員 是擔任林選的主任委員 在這裡也向張委員表達感謝之意 要得到這個獎其實不容易 我跟張理事長是好朋友 過去我們在立法院一起奮鬥 他對台灣的永續發展非常堅持 不管是在立法院委員任內 或是卸任之後在社會上服務 他一直都堅定地站在這個立場 建築金獎或者是品牌獎項 其實也是他永續國家的一個理念 他所走的一條路 要得到國家建築金獎 或者是台灣品牌獎 其實要符合幾個條件 第一個就是善進企業的社會責任 這個是最起碼的 雖然每一個得獎的公司 你們的作品榮獲有不同 但精神面其實是很一樣的 第一個就是都要能夠善進企業的社會責任 第二個呢 過去的建築講究的是遮風避雨 講究的是安全 但現在的建築要得到國家建築金獎 光這樣是不夠的 必須還要能夠符合包括景觀 包括地方的歷史文化 甚至於包括自然環境 尤其是氣候變遷非常非常的厲害 所以建築也必須要考量到低碳 甚至綠能等等這樣的條件 因此我覺得得到這個獎項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那我也要感謝每一個得獎的公司 善進社會的責任 不僅僅建建築 同時也符合各鄉的條件 而且這個就是推動 以良善的力量 推動社會進步 這個貢獻是非常大的 那消費者其實他最擔心的是 購買到不良的商品 所以品牌的信任度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 有些人他並非專業 就像有一些民眾 其實他對醫療並不是專業 但是某一家醫院或是某一位醫師 長久以來打下的信用 並然自然而然會信任醫師 那同樣的 我們公司裡面 長久以來 在推動建案方面符合各鄉的條件 也確立了我們公司的品牌指標 其實對社會來講 或對消費者來講 其實是幫助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今天我特別利用這個機會 代表蔡英文總統 感謝大家 也向大家致意 那現在可能社會比較關心的是 另外一個議題 就是武漢肺炎的侵襲 那我們也很高興 在前一個階段 大家共同努力 那我們完成了 相對於其他國家 我們很好的成果 目前國際社會有許多的國家 案例不斷的增加 當然因為台灣另外過年到 有很多我們台灣的民眾陸續回來 不管他是在外面經商 就業或者是念書旅遊等等 自然而然 這個境外感染的病例就會增加 也因此呢 最近有報導出來 北部的某家醫院 裡面的醫師跟護士 也有傳染 那我特別利用這個機會跟大家報告 大家 是要謹慎 小心 但不必恐慌 原因是因為 以台灣的醫療水準 醫院要去解決這個 院內感染的問題 這個沒有問題 他們醫院有這個能力 更何況 衛福部 或是相關的專業單位 都在協助 所以不至於 因為這個院內的感染 而擴大 如果說這個醫師傅 是在社區裡面傳染到 得到感染 當然這個問題就會比較大 但是他是院內感染 照顧有病的病人 而不慎感染到 那這部分屬於院內感染 醫院覺得有這個能力 那第二個要跟他報告的就是 疫苗 因為總統 蔡總統他非常關心 就是說 我們一方面 要口罩國家隊 然後另外一方面 我們應該要有疫苗 這樣的話 我們才有辦法 成功達到防疫的目標 守護國人的健康 那我們的疫苗 採兩個策略 一個是國際採購 另外一個是國內研發 那國際採購的部分 還算順利 如果沒有其他的意外 大概今年 大概第一劑左右 應該就可以有疫苗可以施打 雖然不是同一個時間全面開打 但是呢 階段性的 包括第一線的防疫人先打 抵抗力層 比較弱一點的 上了年紀的長輩先打 年紀輕的往後打 這應該是沒有問題 那國內的研發也算順利 國內的研發也算順利 所以後續接軌 我看起來應該是很有機會 特別利用這個機會跟大家報告 那就是武漢肺炎 雖然芳心慰愛 我們要提早警覺 但不必恐慌 特別是疫情指揮中心 部長請大家配合的一些防疫措施 我希望大家能夠嚴格遵守 另外總統也除了關心防疫 一方面也拚經濟 大家也都知道 這個今年的經濟成長率 百分之二點五四 雖然有一些業別 比較辛苦 但是整體上 總體經濟來講 台灣的表現 相較其他的國家 算是不錯的 那明年的經濟成長率 也預期大概百分之三以上 就是一方面武漢肺炎 一方面是中美貿易的衝突 所以不管是台商回來 或是轉單效應 那我們大概在去年2020年 台灣的外銷高達3452億美元 這個創歷史新高 換句話說 固然武漢肺炎 是對全球來講 都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挑戰 但是呢 我們在嚴重的挑戰當中 國人大家團結合作 所以我們守住了國人健康 也把經濟的衝擊降到最低 因為我們都很清楚 建築業就是經濟的火車頭 大家成功了 經濟就沒有問題 經濟穩的話 動能夠的話 我想我們建築業也才有辦法持續推升 特別利用這個機會跟大家報告這兩個事情 新的一年祝福大家 身體健康 平平安安 萬事如意 事業成功 家庭美滿幸福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